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学第二节资本结构决策分析 对于这节来讲我们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 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到底有哪些 这个呢 咱们简单一看就行了 那么第二个 关于资本结构的决策方法 所以呢 最优资本结构我们如何来进行确定 我们有三种方法 实际上有的方法在行面的第一节 我们曾经有所设计啊 比如说 让企业价值达到最高 让加据平均资本成本达到最低 是吧 这两种方法你们应该都比较熟悉 前面曾经提及过 实际上还有第三种方法 我们关注的是美股收益 那么如果说美股收益有余提高 这样的资本结构呢 就是比较好 当美股收益达到最高的时候 这个资本结构就是最优资本结构 所以 这些方法的运用 我们后面有三种方法 当然都必须要有所理解 好 首先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 关于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那么涉及到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对一个特定的企业来说 那就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个 企业自身因素 第二个 外部的宏观经济环境 所以即使呢 企业自身的因素 我们一般情况下把它叫做 企业内部因素 那么宏观经济环境呢 一般情况下把它叫做外部因素 看下面这个表 好 内部因素 营业收入 成长性 资产结构 盈利能力 管理层的偏好 财务联合性 以及股权结构等等 所以内部因素和企业自身相关 每个企业可能情况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 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谈起来的是 外部的宏观经济环境 设计到税率 利率 资本市场 行业特征等等等等 好了 这是外部的宏观情况 这样呢 内部和外部得以区分 这个咱简单一看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看下面这个提示 跟上我的思路 八 一般情况下各种情形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资本结构 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一般而言 第一种情形 收益与现金流量波动比较大的企业 请问 负债多还是负债少 负债多还是负债少 咱就来想一想 收益与现金流波动比较大的企业 这样的企业它的风险比较高 既然这一部分风险比较高 我们在选择资本结构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降低财务风险了 如果说各部分的风险都比较高的话 那其的管理者说 那我晚上睡觉睡不着啊 所以当前者这部分波动比较大 风险比较高的情况下 选择资本结构 就选择财务风险比较低了 负债水平比较低的资本结构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个 成长性较好的企业 负债水平比较高 为啥 成长性较好 它的增长率比较快 今年收入翻一翻 明年收入又翻一翻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经营风险就比较低 在经营风险比较低的情况下 我们就提高财务风险了 好 所以负债水平可以比较高 那么第三个 盈利能力比较强的企业 负债水平比较低 为什么 盈利能力比较强的企业 说明它的内部资金来源比较多 内部资金来源比较多 那内部资金来源主要就是利润流存 那利润流存来得比较多 我们的资产负债率往往就比较低 所以负债水平比较低 这是第三种情形 第一四种情形 一般性用途资产的比例比较高的企业 负债水平比较高 为什么 一般性用途资产比例比较高的企业 这个一般性用途的资产呢 银行比较喜欢 你找银行贷款 他一看 这个资产还不错 万一到时候你还不及钱 这个资产能够快速地与便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为企业筹集相应的负债资金 奠定了物质基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负债水平可以比较高 下面财务灵活性大的企业 负债的能力强 财务灵活性比较大的企业 那是到时候定期负息 倒计款本 对它来讲呢 那问题不算太大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利用负债资本的 低资本成本的优势 负债能力呢 相对比较强一些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个提示 各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资本结构 要有所理解 当然 对于这些情形来讲 你们千万不要较真 不要抬杠 说事物当中 有些特殊情况 它也不是这样呢 注意 我们前面有四个字 一般而言 通常情况 好 这是关于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 咱一看 行啦 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三种资本结构 优化的方法 怎么样的资本结构 才是最佳资本结构 三种方法 第一个 资本成本比较乏 最简单 第二个 每一股税 无差别连法 不太完善 这种方法 第三个 企业价值分析法 这是最为重要 也最为客观的一种方法 应该说 资本成本比较乏 和企业价值比较乏 这两个方法 实际上是同一种方法 因为他们的结论都完全一样 当企业价值达到最高 资本结构达到最优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一定达到最低 当然 为什么说 每一股收益 无差别连法 不太完善呢 因为 对于这样的方法来说 只考虑了每一股收益 而没有考虑风险 没有考虑风险 自然这个方法 就不太完善 好 我们首先 看一下第一个诗诗点 关于资本成本比较法 资本成本比较法 我就给了一颗心 因为这样的方法 实在是太简单 面对于不同的资本结构 算出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不就行了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 同学们一定都没问题了 哎呦 来到这个地方 你还有问题 那就是大问题 没问题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表述 说 在不考虑各种筹资方式 在数量与比例上的约数 以及财务风险差异的时候 通过计算 各种基于市场价值的 长期融资方案 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并根据计算的结果 选择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最小的融资方案 确定为相对最优的资本结构 好了 在这个表述当中 有几个点我们稍微关注 第一个 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它的一个权重是市场价值 用各种资本的市场价值 来作为各种资本的权重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计算出不同的方案 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我们应该选择最大的 还是最小的呀 资本成本 但是越小越好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最小的融资方案 第三个 对于这个最优来说 我们是相对最优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三个市场结构 A B 和C 我们最终通过计算 选择了C方案 对于这个C方案来讲 是相对于A和B 这两个方案来说 它是最优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 还有 还有E 还有F 还有K 其他方案呢 有 只不过呢 我们不考虑它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谓的最优 只是相对而言 来 看到题 看下朋友们 能不能算 会不会算 说 长达公司啊 需要筹集 2000万元的 长期资本 可以从贷款 发行在线 发行普通股 三种方式来筹集 其个别资本成本率 已经分别测定 有关资料如下 你们看 比如A方案 B方案 C方案 对这三个方案来说 随着长期借款 公司债券 普通股 三种据的筹集方式 它的比例都告诉了你 个别资本成本率 也告诉了你 好了 同学们都会 我假装同学们不会 我同学们算一个B方案 算完B方案 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应该如何确定呢 好 30% 再乘以6% 加上15% 再乘以8% 再加上55% 再乘以9% 这不就行了吗 B方案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那就行了 好了 在这个地方 我再给他们加一个条件 加什么呢 企业所的税税率 等于25% 请同学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方案B 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应该怎么算 表达说 怎么算呢 稍等 劣势 拿手计算器 劈里啪啦一按 就算出来了 只要你说稍等 你就输了 为啥 你们告诉我 为啥 因为 即便是你加了这个条件 我们计算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依然是这个事实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告诉的是 个别资本成本率 对于长期借款 公司在线 如果直接谈计的是资本成本 这已经默认为是税后了 已经默认为 它是税后了 所以 这些专业术语啊 你们一定要注意 好了 A方案 B方案 C方案 我们都可以计算出来 计算出来 他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率 我们选最低的 哪一个方案 A方案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支点 第一个支点 很简单 往下走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支点 关于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法 对于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法来说 希望同学们 跟上我的思路 咱一步一步的进行决策 好 对于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法 我们衡量资本结构的指标 那就是美股收益 美股收益 我相信每位同学都能算 前面第二章 我们曾经谈过它 在第二章 我们学习市价比例的时候 学市盈利 它的分部不就是美股收益吗 前面 曾经算过 来 我们看看下面 它的一个表述 说通过分析 美股收益的变化 来衡量我们的资本结构 能够提高 美股收益的资本结构 就是合理的 反之 那是不合理的 那么资本结构 如果说 涉及到不同的资本结构 在不同的资本结构下 美股收益 最高的资本结构 就是相对最优的资本结构 好了 现在我们就研究美股收益 美股收益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经历润 在属于发行在外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在这个地方 我们实际上 对这个加权平均数 我们 基本上可以简化处理 比如说 你现在要筹集 普通股 发行普通股筹集资金 我们一般就默认为 你在七书就发行 这一年 它都是存在利益 好了 那么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这同学们会算吗 当然会 净利润 再减去一个优先股的股利益 得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也就是 下面这个计算公式 税税前利润 EBIT 在减去利息 得到税前利润 你看 税税前利润 减利息 不就是税前利润吗 税前利润 乘以一减企业所的税率 这就是整体的净利润 在净利润 就是上 减去优先股的股息 这也是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分母呢 分母 普通股的股数 两者相处 这不就是美股收益吗 好了 当然我们在你方案决策的时候 肯定不是只有一个方案 那应该是两个或者多个方案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计算一个指标 叫做美股收益无差别点 你们一看 我们前面的方法 就叫做美股收益无差别点法呀 所以我们现在要计算的是 美股收益无差别点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 你两个方案放在一起 当我们的业务量 这个业务量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 用EBIT来衡量 你可以用销售额 你可以用其他的都行 但一般情况下 没做特殊说明 我们就用息税嫌利润 在这个息税嫌利润 EBIT达到一个特定数值的时候 两个方案的美股收益 是一样的 两个方案 在这个特定的EBIT的情况下 两个方案没有什么差别 这就是无差别点 好了 既然如此 我们计算出第一个方案的美股收益 我们假设 按照同样的思路 又计算出第二个方案的美股收益 刚才我们说 所谓的美股收益无差别点 是两个方案的美股收益 相等那个临界点 那行 中间给它来个等号呗 四列出来 你把这个EBIT 这个税嫌利润 EBIT给解出来 这就是美股收益无差别点 所对应的税嫌利润 咱们这就把它解出来 好了 解出这个临界点以后 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以用来进行决策 但是 在哪个范围 到底选择哪个方案 在哪个范围 又选择哪个方案 好了 有了这个关键的临界点 下面进行决策 决策的思路是这样的 好 对于负债策私 和权益策资的方式 进行比较 我们美股税入无差别点 实际上是一个标准 什么标准呢 那是达到这个标准 你债务策资 行 没问题 你股权策资 也行 也没问题 好了 那现在 我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呢 朋友们跟上我的思路 咱们稍微想一下 假设现在这个标准 在中间 它的一个EBIT 稀税前利润 假设是1000万 现在我们这个企业说 哎呀 你1000万的稀税前利润 这个标准 我达不到啊 我现在预计 或者实际的 稀税前利润 EBIT 实际或者预计的 只有800万 只有800万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 你和这个标准相比啊 哎 对不起 你的规模还很小 既然你的规模还很小 是不是经营风险就比较大呀 你看 新冠疫情一来 对餐饮业是重大的冲击 那 我们规模比较大的 餐饮企业呢 能够活下来 规模比较小的 哎 基本上 基本上都没了 所以 当你的规模比较小 你的经营风险就比较大 经营风险就比较大 那 现在的朋友们 告诉我 在选择特定资本结构的时候 应该选择 财务风险大的 还是财务风险小的 是不是你一定 应该选择的是 财务风险比较小的呀 因为 你经营风险已经够大的了 所以要选择财务风险小的 既然你选择财务风险小的 一定选择的是 低负债比例的资本结构 好 从筹集资金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自然就应该选择股权投资 对不对 应该选择股权投资 同一门在时务当中 都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很多高科技的企业 刚开始创立的时候 拿资金都喜欢找天使投资 天使投资啊 满天的天使都在上面飞啊 是吧 要往下面撒钱啊 那个钱 那不就是股权资本吗 不是在我自己 好了 这是 第一种情形 那如果说现在 我每股税无差别点的EBIT 是1000作为标准 假设我实际的 或者预计的EBIT 是2000呢 说明超过了这个标准 超过了这个标准 说明我的经营风险就比较小 当经营风险比较小的时候 我自然就应该要提高财务风险 经营风险小 就要提高财务风险 比如说 那经营风险小 财务风险小 那都小 那不是更好吗 那不好 为啥 富贵险中求啊 你不承担风险 怎么会有收益啊 所以 当你经营风险比较小的时候 你自然应该提高财务风险 提高财务风险 我们就提高负债比例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负债充收支 用负债充收支 好 继续此呢 来往下面走 如果预期的稀税钱利润 大于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的稀税钱利润 则采用负债筹资方式 经营规模大 我们 稀税钱利润比较大 经营风险比较低 用负债筹资提高财务风险 如果说预期的稀税钱利润 小于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的稀税钱利润 则用 全益筹资 好了 这是 单纯的债务筹资和全益筹资 这两者相比 形成两个不同的资本结构 好 那如果说对于组合筹资的方式 硬比较 这就需要画图来分析 怎么画图 咱后面画 好了 对于这个决策思路 你们可以看如下的这幅图片 这个图片 你看这个小姑娘 干得热活朝天 农业学大寨 在那个特殊的税月里面 这个小姑娘也在学大寨 好 既然小姑娘学大寨 就简称一下 简称一下小谷大寨 小姑娘学大寨 也简称小谷大寨 说的是什么呢 实际的或者预计的薪水钱利润 低于了这个标准 用股权筹资 高于了这个标准 用债务筹资 这不就行了吗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对于美国所以无差别点 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说 基本上 理论的知识 基本的思路搞定 下面 通过题目来进一步的强化 下面这要提 家公司目前有债务资金是3000万 年利息呢 240万 普通股的股数是2000万 没有优先股 企业所得税率25% 该公司由于有一个 架化的新投资项目 需要追加筹资1000万 有两种不同的筹资方案 A方案 增发普通股是250万股 每股的发行价4块钱 这样呢 类集了1000万元的股权资本 B方案 向银行取得长期借款1000万 年利率10% 这取得的是债务资金 定期付息 来到期还的还本 好 看一下它的要求 即使用长期债务和普通股筹资方式 每股是以无差别点的息息前内认 能不能搞定 相信能不能搞定 来 我们同学们猎下试子 假装同学们搞不定 首先 对于A方案来讲 我们假设 它的稀罪显利润EBIT 好 假设它是够已知长量 那么有了这个已知参数以后 能不能算出它的美股收益 可以 EBIT 在减去利息 利息是多少 原来的利息240万 依然要发生 好了 由于我们方案A 是发行了普通股 不会新增利息 这样直接算出它的税前利润 税前利润再乘以1减25%得到净利润 由于这道题没有优先股 所有的净利润全部都归普通股股东 这不就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吗 再所以原来的普通股是2000万股 现在由于我们要追加资金 又发行了普通股250万股 最下对于这个分母来说 按理说用加权平均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假设资金的筹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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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 好了 这样 税前利润减区利息 做税前利润 税前利润乘以一减25% 这是我们的净利润 没有优先股 所以这就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再除以 对方而来说 我们去借钱 不会有普通股新股的产生 所以它的普通股股数依然是2000万 好了 这是两个每股税都算出来 我们要计算每股税无差别点 所对应的税税前利润 对吧 要计算它 那么在每股税无差别点的税税前利润下 两个方的每股税一定应该是相等的 这样如此 中间那个等号跟它一画 这个一元一四方程马上就出来了 这不是那个一元一四方程吗 搞定 好 解这个方程同学们会吗 这个方程同学们应该要会啊 我也假装同学们不会 我给你们稍微解一下 来 这个地方约掉 约掉 在这儿特别要注意 有优先股的话 你不能随随便便地约 是吧 这儿没有优先股可以约掉 好了 你看 在这个地方的分母啊 2250万 这个地方呢 是2000万 好 我们现在 把分母同时给它约掉最大工业数 250 那么前面2250万 如果约掉 再数一个250的话 它应该是9 后面呢 那应该是8 这样 能约掉的就约掉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那它的等式的左侧 EBIT 再减去240 再除以9 就等于等式的右侧 EBIT 再减去240 再减去100 再除以8 这样呢 减去100 那就是变为了340 减340 这样交叉一相乘 这样交叉一相乘 交叉一相乘 那么8再乘以 左侧的部分 8倍EBIT 减去240 就等于9倍EBIT 再减去340 好了 这朋友们应该 没啥问题了吧 下面我就移步到位 这是9个EBIT 减8个EBIT 得到一个EBIT 就等于 就等于 来 应该是9乘以340 减去8乘以240 好了 这样呢 基本上 就可以计算出来 我稍微算一下啊 9乘以340 再减去8乘以240 这样算出来 应该是 EBIT 等于1140万 好了 这是我们 每一股收益 无差别点的EBIT 就算出来了 好 算出来 1140 那么 现在我们说 在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的 稀税前利润下 两个反导 每股收益 应该是一样的 那现在 把这个1140 带入方案A 带入方案B 咱们算出 他们各自的 每股收益 算出来一看 有 A方案是 0.3元每股 B方案 还是0.3元每股 说明 刚才的计算 没问题了 打个勾 为自己点个赞 好了 这是标准的问题 搞定 每股税有 无差别点 对应了 税税前利润 EBIT 就等于1140 往下走 告诉第二个条件 是吧 根据财务人员的测算 追加筹资以后 销售额 可望达到4000万 变动成本利益 是60% 固定成本是1000万 企业 所得税税率 25% 不考虑 筹资费 等相关因素 那请问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选A方案 还是选B方案 咱就要先算算 预测了 税税前利润 到底是吧 怎么算 销售额 是4000万 再减去 再减去变动 再减固定益 变动成本利 40% 再减4000 再乘以 60% 60% 变动成本利 60% 再减去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是1000万 这样 咱一看 这个地方是4000 再减去 2400 得到1600 1600 再减去1000 得到600 那现在你看 第一种情况下 税税前利润 那只有600 在税税前利润 只有600的情况下 请问 你选股权 还是债务啊 我们美股税 无差别点 细细前利润 1140 现在预计了 小于了这个标准 小股大债 选股权投资 是吧 选股权投资 刚才我们的方案 一 以4块钱一股 发行250万股股下 就选它 好 接下来 那如果说追加投资以后 它的销售额变为了6000万 其他条件不变 请问选哪个呢 那么6000 再乘以 1减60% 再减去 再减去 固定成本1000 好 这样倒出来 那2400 2400减1000 1400 1400万 显然要高于 那个标准 1140万 高于了标准 选哪个呀 小股大债 高于标准 选债务投资 选方案2 找银行借钱 借 1000万 好了 这就是我们两个方案的决策 那么涉及到两个方案的决策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 好 在这儿呢 我们有一个验证 是吧 有一个验证 说的是 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 那A和B 他们的美国收集到底是多少 那么一比较 那肯定 第一种情况下 选股权筹资A方案 第一种情况下 选债务筹资B方案 好了 这是资料题 往下走 我们继续看下面资料题 所有公司啊 目前有债务资金 有8000万 年底薪 800万 普通股的股本呢 是1200万股 由于扩大经营规模 需要追加筹资6000万 所得税税率25% 那么不考虑其他的费用因素 三种筹资方案 A B C 三个方案都在这 现在对这三个方案来说 同学们一看 这三个方案都 不是非常非常的理想 啥呢 A方案 发股票 到银行借钱 既有股权又有债务 B方案呢 同样的既有股权又有债务 好了 我们现在 涉及到ABC三个方案 从理论上来说 我们应该计算 三个每股税 无差别点 对不对 要计算三个 为啥呢 A和B是一个 B和C是一个 A和C 那不还是一个吗 好 我们现在干脆这样 我们就假设 税税费利润 EBIT 然后呢 ABC三个方案 分别算出他们的 每股收益 然后A等于C A等于B B等于C 结出三个 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 好 我们首先 看一下A方案 对于A方案来说 它的每股收益 应该怎么算呢 假设EBIT 吸收益利润是一致的 再减去 这么一看 你甭管是A方案 B方案还是C方案 是不是 目前的利息 该负然还得负啊 所以年利息800万 别漏掉 减800 再减去 好 A方案啊 找银行要借3000万 这个利率10% 所以增加了 3000万乘以10% 增加了300万的利息 好了 EBIT减去利息 之后 税前利润 税前利润 再乘以 1减25% 税后利润 没有优先股 没有优先股最好啊 但别管它 好 这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经利润 没有这个优先股 就等于它的经利润 那么接下来再除以 原来的股数是多少股啊 原来的股数刚才我们说了 原来呢 是1200万股 再加上方案1 它也发了股票啊 发了1000万股 所以再加1000 方案1 总体的股票数量2200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得到A方案 方案1 它的一个美国收益 当然 我们用的是EBIT来表示 咱看下币方案 方案2 对方案2来说 那同样 假设EBIT是已逝的 7岁减利润EBIT 减去原来的利息800万 减去新增加的利息 在这个地方 同意的注意下 同时 溢价发行4500万元 面值为3000万元的公司债券 好 同学们一看 我们发行公司债券这一部分 筹集了总体资金4500万 但是我们的面值呢 确实有3000万 亿价发行了 那我问你 计算利息应该用哪个数 用发行价4500 还是用我们的面值3000呢 一定用面值吧 你们都没忘记 所以再减去面值3000 再乘以12% 加分率率12% 这是新增加的利息 好 那么 息子减利润 再减去利息总额 再乘以 一减企业所得税税率 这得到的是我们的经理认 没有优先股 这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中的经理认 然后呢 再属于 再属于它的一个普通股的股数 原来有多少股啊 对了 1200万股 1200万股 现在增发了多少 增发了500万股 这是B方案 方案2 那么 它的一个每股收益算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C方案 对C方案来说 不增发普通股 然后呢 溢价发行 3600万面值为3000万元的公司债券 票面利率1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说的是啊 这批公司债券一发 我要收多少钱 收3600万 但它面值呢 面值只有3000万 所以我们溢价 20%发行 那么接下来 由于受债券发行 说的一个限制啊 需要补充 向银行借款2400万 所以C方案 它都是 我们的债务资金的筹数 好了 来 我们算一下它的每股收益 EBIT 再减去 原来的利息800万 再减去 我们新增 公司债券这部分的利息 怎么算 3000 再乘以 它的一个票面利率 是12% 再减去 我们还有2400万 这个银行借款 不以得付利息吗 行 2400万 再乘以10% 好了 这样呢 竟然说C方案 它的一个税前利润 有了这个税前利润 乘以1减25% 得到税后净利润 再次就算 所以方案3 它所定的普通国的股数 多少啊 全部都是债务投资 不会涉及到普通国股数的变化 依然是原来的1200万 好了 这ABC啊 三个方案的 每股收益 它的利润 都列出来了 下面 我们要计算 三个每股收益 无差比点 得7税前利润 所以吧 刚才这个利润啊 咱们就拿过来 拿过来 看一下 A和B 把两个利润 跟它一相等 得出来 两者之间 每股税 无差比点 是1364 说的是啊 当吸收益利润 达到1364的时候 我们的A方案和B方案 没啥差别 都是一样 它们的每股收益都一样 那么B方案和C方案相比较呢 A 每股收益无差比点的 吸收益利润 1976 A方案和C方案 相比较呢 每股收益无差比点的 吸收益利润 1760 好了 这样呢 三个每股收益 无差比点 给搞定 这个标准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哎 还记得前面吗 涉及到这样的混合仇事啊 咱们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我们需要来画图 怎么画图呢 来 跟上我的思路 咱们把这个图给画一画 首先 对这个图来讲 横左标 横左标 是我们的吸收益利润 EBIT 重左标呢 是EPS 美国收益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A方案 A方案和B方案 他们每股收益的无差比点 是1364 那同学们想 不管是哪个方案 是不是在这个 作别的体系当中 它都体现为一条线呢 当EBIT增加 那每股收益也会增加 所以 对于这条直线来讲 我们确定两点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研究A方案 对于A方案来说 我们假设 它的每股收益等于0 当每股收益等于0的时候 它这个点就应该落在 我们的横左标上 因为重左标是 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等于0 重左标又等于0 好了 我们假设 它的每股收益等于0 算出这个EBIT 是1100 好 我们就假设 这个原点呢 它的协制前利润 就是1100 好 然后呢 你再找一个点 它的每股收益 现在 在1100的情况下 到底是多少呢 是0 所以这个点 一定在横左标上 我们就把它 给找到了 那两点才能确定一条实线 我们继续往下走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 当吸税型利润 1364的时候 为啥要把这个吸税型利润 假定在1364呢 因为A方案和B方案 它们的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 对了吸税型利润 就是它 在这个点上 两个方案的每股收益 是相等于的 所以B方案 也经历这个点 所以干脆啊 我们就把这个点 给确定出来 那么它的横左标 EBIT 1364 这它横左标 重左标呢 重左标 每股收益 那到底是多少啊 来 我们来算一算 把1364 带入我们A方案 每股收益的 计算公式的容器 最终就得到0.09 所以重左标 0.09 好 既然如此啊 这个点就找到了 横左标 在这儿 1300 1364 重左标 在这儿 0.09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点找到 A方案已经有了一个点 再考虑第二点 两点卡式一下 所以就两条直线了 两者一连 这个直线 A就出来了 这是A方案 它的一个吸税型利润 和每股税 EPS之间的关系 用绿颜色来预表示 再来我们看一下B方案 对于B方案来说 我们也假设 假设 它的每股税约等于0 那么我们假设 每股税约等于0 得出来 七岁潜力润 1160 所以对于B方案来说 在这个坐标体系下 它会经历 横坐标 1160 重坐标为0的这个点 这个点一定在横坐标上 好 我们假设 假设在 在这 在这 1160 假设在这 好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点 还用找吗 不用了 因为A方案和B方案 它们在 吸税型利润 1364的情况下 每股收益 是一样的 所以A方案 通过这个点 B方案 同样通过这个点 好了 这两个点一连 恭喜你 B方案 这就出来了 B方案就搞定 我们用蓝颜色的这条线 表示B方案 那么接下来 还有C方案呢 好 我们把C方案 就可以不用画了 不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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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还是要画 我们看看 首先你们看一下 B方案和C方案 两者的每股税 无差别点 对了吸税型利润 1970 所以你先就找到一个 1976 在1976 这个EBIT下 对这个吸税型 吸税型利润的情况下 我们B方案和C方案 是发生了交点 所以1976 所对应的B方案的 这个点 那C方案也经过它 C方案也经过它 那么接下来 A和C 那么他们 每股税有无差别点 对应的吸税型利润 1760 那1760 对于A方案 它的点在这 C方案也会经历这个点 因为他们在这个点 A方案和C方案 他们是等同的 每股收益是相等的 所以既然这样 这个点和这个点 C方案都经过 所以这两个点 两个点又确定的直线 这就是那条黄颜色 黄颜色 这是C方案 好了 现在你把ABC 三个方案 他们的 吸税型利润 和这个美股收益 之间的关系 都表达出来 那现在如何进行决策呢 来 我们就把中间这一段 给它放大 放大 放大 成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你一看 面对这个情况 你能做出决策吗 可以啊 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 EBIT 就划分为了三段 第一段 小于1364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 1364和1976之间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 大于1976 我们如何进行决策 咱就看这个线条 看这个线段 你们一看 现在 如果说小于1364 我们应该选哪个 你们一看 是不是应该选地 颜色这个 对了 应该选地颜色这个 我们就选择的是A方案 那么 在1364到1976之间 在这一段之间 应该选择哪个方案 选择蓝颜色的立下线 哪个方案 B方案 B方案 是吧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一看 如果说大于了1976呢 大于1976 我们应该选 选C方案 你看 黄颜色的在上面 选C方案 这样 通过画图 就能够 搞定 在不同的 吸水前利润下 我们到底选择哪个方案 一目了然 两天说 哎呀 这个画图太麻烦 画图太麻烦 如果说你 不想画图的话 好 我们同学们 说两个 说两个 哎呀 这个 不按照正规套路走的方法 第一个 你把每一股税 无差别点算出来以后 如果他要问你 在一个特定的 吸水前利润下 我们应该选择哪个方案 你实在不愿意画图 你干脆 在一个特定的 吸水前利润下 把三个方案的 每一股税 都算出来 你再一选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好了 那前提条件是 计算出 它的每一股税 无差别点 好 然后进行判定的时候呢 干脆直接算 算出来 拿高跟大 就选了一道 这是第一个思路 第二个 那么 还是那个 屌股大债 对于那个思路 在这个地方 同样是适用的 你们看一下 C方案 对于C方案来说 它说的全部都是 债务资金 你看A方案也好 B方案也罢 两个方案 就既有股权 又有债务 那C方案 C方案全部都是 债务资金 那你看 大于它的 那不就是 我们存债务筹资方式吗 那么 如果说 如果说 在最后的时候 你一看 如果债务成分 比较大的 那往往是在这 如果说股权成分 比较大的 那往往是在这 那么 既有股权 又有债务 或者说 在三种筹资方式当中 既不是 最多 也不是最少 那就在中间 这个呢 咱可以稍微 来判定一下 当然 最靠谱 按照教材的思路 还是要画图 是吧 好 下去 同学们画画图 自己来看一看 应该说 理解上 不会存在太大的能度 好 接下来 看下面这条例题 说 某企业目前有 1000万元的长期资本 净为普通股 股价呢 10元每股 现企业希望 再实现 500万元的长期资本 融资 以满足扩大 经营规模的需要 现在有三种筹资方案 可可选择 第一个 全部通过年利率 为10%的一个 长期债券 来融资 发行长期债券 在乎资金 第二个 全部是优先股股力 为12%的 优先股筹资 第三个 全部依靠 发行普通股 股票来筹资 按照目前的股价 需要增发 50万元的新股 企业所得最税率 25% 好了 同学们一看 三个筹资方案 按照我们刚才的 基本思路 说一下画图 好 画图就画图呗 没问题 首先 我们看一下它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 计算 长期债务筹资 和普通股筹资 这两种方式的 每股税 无差别点 第二 计算 优先股和普通股筹资 它们的每股税 无差别点 很多同学 一定有一个疑问 那三个方案 不应该计算 三个每股税 无差别点吗 那么现在 为什么 只让我们计算两个呢 难道 它忽略了一个 为什么 别着急 过来我们再说 咱先看第一个问 计算长期债务 和普通股筹资方式 每股税 无差别点 来 首先 方案一 方案一啊 这就是长期债券筹资啊 假设 他们每股税 无差别点的 息息显利润 EBIT 再减去 好 那么 对方案一来说 长期债券 筹集资金500万 并且 年利率是10% 所以我们的利息 500再乘以10% 原来没有利息啊 原来全是股权资本啊 好了 这我们得到税前利润 乘以1减25% 得到我们的净利润 再处理 再处理普通股的股数 多少啊 他说有1000万元的普通股的资本 那股价呢 10元没股 所以 到底有多少股 那就是两者相处 有100万股 再随一个100万 那么 就等于 等于 第二方案 第二方案 发行普通股啊 好 那么 对于原来来说 没有 没有债务资金 没有利息 现在方案一人没利息 所以这个EBIT 实际上就是税前利润 乘以1减25% 就得到净利润 再随意 再随意 第二个方案 会有普通股的增加 原来普通股是100万股 对于第二个方案来说 又增加了50万股 四子列出来 我们下去 自己解一下四子 解出来 解出来 那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50万 这是第一个小问 那么 第二个小问呢 第二个小问 我就不再写了啊 就算优先股和普通股筹制的 每一股 至于无数位点 那么前面呢 这是优先股 优先股筹资 那你看 没有利息 EBIT就是税前利润 再乘以1减25% 得到净利润 再远去 优先股的股息 那是500 再乘以12% 优先股的股息 那是12% 优先股的股息 12% 再数以 再数以普通股的股数 是100 就等于 我们进行 普通股筹资 它有个美股收益 EBIT乘以1减25% 得到净利润 再数以150万股 这样呢 诶 它的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 得出来240 好了 我们回答一下 刚才的一个问题 刚才有同样问 那为啥 这个发行长期债券 和这个优先股 咱们不整在一起 算算它的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呢 假设我们来算算 诶 就有这个要求 假设咱来算算 咱们来列试呗 那么第一个 设计到长期债券投资 它的一个美股收益 EBIT减去500 再乘以10% 然后呢 再乘以1减25% 得到净利润 再数以普通股的股数 是100万 那么优先股呢 优先股 来 EBIT 再乘以1减25% 再减去优先股的股息 500 乘以12% 然后呢 再数以普通股的股数 是100 两个人说 你看这个方程都列出来了 一解不就完了吗 请你来解一解 咱们怎么解 假装解一解杯 好了 给你们看 在这个地方 这1减25% 就是0.75 所以0.75个EBIT 再减去500 再乘以一个0.75 就是375 是吧 就是375 就等于 那这块呢 这块 0.75个EBIT 再减去 再减去60 你们看到什么了吗 这个地方 0.75个EBIT 这个地方 0.75个EBIT 干脆就把它约掉 1约掉 这个地方是负的 375 就等于这个地方 负的60 能相等吗 不相等啊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位置 1.75个EBIT EBIT 它是无解的 那么 EBIT 无解 说明什么情况 说明 不管你这个EBIT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两个方案 两个方案 等每一股税 都不可能相等 在我们刚才 画图的过程当中啊 这两条线 永远没有焦点 这两条线 一定是个平行线 对吧 平行线没有焦点啊 没有焦点就不存在 每一股收益 无差别点了 好了 这些画出来后呢 来 下面 我们根据前面的思路 咱来画图 咱来画图 来 这个图 已经在这个地方 表示出来了 这个图啊 跟上我们的思路 咱自己来画一画啊 这个图怎么画呢 来 如期 好 横左标是EBIT 重左标是EPS EPS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方案一 方案一啊 那是发行公司债券 来进行融资 那么我们看一下方案一 在EBIT 在它的美国数据 等于0的时候 EBIT应该是哪个数 好 方案一刚才我们说 就是EBIT 再减去 再减去50 再乘以0.75 再除以 再除以100 对吧 那么你一看 就是当 EBIT等于50的时候 它的美国数据等于0 所以 方案一 一定是 经过这个点 横左标是50 重左标为0 那方案二呢 方案二 方案二是我们的优先股 对于优先股 我们怎么来列试啊 EBIT 再乘以0.75 再减去 再减去 优先股的股息 60 再除以 再除以100 所以 当 这个美国数据等于0的时候 我们的EBIT 应该等于多少 60 再除以 0.75 我来算一下啊 计算器 随身带 60 除以 0.75 这应该是80 所以 我们的方案二 这个优先股啊 应该在这 80 好 这是方案一 这是方案二 8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方案三 方案三发行普通 那就是 EBIT 再乘以 1减25% 再除以 再除以 150 是吧 当它等于0的时候 EBIT等于0 所以横左标等于0 重左标等于0 那 行了 从原点出发 好了 我们先把方案三 咔嚓 画条线 这是方案三 这是方案三 好 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不用计算了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计算出来 我们看一下 说啊 这个方案一 与方案三 它的每股市业无差别点 在150 好 方案一 和方案三 它的每股市业无差别点 在150 在这150 我们把这个80 往前面移 移到这来 150 所以 方案一 也经过这个 这个点 既然方案一 经过这个点 来 我们这 直接这样一连 就行了 好了 我们再往后一看 说啊 说 这个 方案二 和方案三 他们的 每股市业无差别点 是240 240 哎呀 这个画得不太好 在这 在这 240 那这样一看 方案三 在这 然后 我们 所确定的 这个方案二 和方案三 在240的时候 哎 有较低 所以呢 从这个地方出发 哎 这样这样这样 240 这个图就这样画出来了 这是方案三 这是方案 这是方案一 这是方案二 方案三 是普通股 方案一 是 债务 公司债券 方案二 是优先股 看出来以后 请问同学们 我第一个问题 请问同学们 哪一个方案 毫无意义 哪个方案毫无意义 你看 方案一和方案二 两者呢 是一个平行线 他们不可能有较低 因为他们没有 每股收益 无差别的 他们不可能有较低 既然两个是平行线 同学们一看 甭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方案一和方案二相比 都选择方案一 方案二都不会选择 所以优先股直接被淘汰 既然优先股直接被淘汰 它淘汰以后 那剩下的 剩下的不就是 一个是 债务筹施 一个是股仙筹施吗 方案三 股仙筹施 方案一 债务筹施 那小股大债就可以走起 如果说 预计的稀罪线利润 低于了150 选方案三 股仙筹施 如果说预计的 稀罪线利润高于了150 这时呢 选方案一 债务筹施 这就行了 好 这就是 我们的优先股和公司债券 它们没有几 所代表的相关情况是什么 就是这两条线 那是平行的 那是平行的 好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出现了优先股 出现了公司债券 这两种投资方式 我们都应该选择公司债券 好 那我之所以谈一般情况 因为有的同学说 那如果特殊情况呢 那么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还去掉公司债券 而选优先股呢 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那一定是 公司债券 它的资本成本 高于了优先股 这时呢 你选优先股 但这种情况 从我们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说 本身就不符合 我们的一个规则 我们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所以在资本市场有效的情况下 公司债券 它的资本成本 都应该要小于优先股 所以一般情况下 优先股和公司债券 这两者同时出现 那优先股基本上 没有什么意义 看下面 因为预计的营业利润呢 是210万 高于无差别点150万 所以呢 如果不考虑财务风险 就应该采用发行长期债券 这就是小股大债啊 我们就选债务的一部分 好 往下走 看下面这大单项选择题 讲公司应扩大经营规模 需要筹集长期资本 也有发行长期债券 发行优先股 发行普通股 三种投资方式 可供选择 经过测算呢 发行长期债券 与发行普通股的 每股税有无差别点120 发行优先股 与发行普通股 它的每股税有无差别点180 下面我们如何进行选择 如何进行选择 原本实际上 就可以把这个优先股 给它排除了 剩下不就是发行长期债券 与发行普通股吗 小股大债一走 完了 选择A 当预期的稀罪行利刃 是100万的时候 公司应当选择 发行长期债券 100万的时候 那小股 那低于了 每股税有无差别点 所以我们现在 应该是发行普通股 选择A不对 选择B 当预期的稀罪行利刃 是150万的时候 甲公司应该选择普通股 高于了120万 高于了120万 小股大债啊 高于了120万这个标准 自然选择的是债务筹私 那你不能选普通股 应该选发行债券 所以选B错误 选择A 当预期的稀罪行利刃 是180万的时候 甲公司可以选择发行普通股 或者发行优先股 180的时候 这两个都不选 180的时候 选债务筹私 发行长期债券 选项D 当预期的稀罪行利刃 是200万的时候 甲公司应当选择发行长期债券 选项D 完全正确 所以这套D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选择选项D 好 这是这套单选题 谈到这 关于美股收益 无差别点法 就要到此结束 对这样的方法来说 有缺点 缺点就是 只考虑美股收益 而没有考虑其他的 相关风险的问题 所以据使这个方法 不完善 不完备 好 谈到这 我们这个数据点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